有一个亿万富翁 他没有自己的孩子 于是决定从亲戚家的四个孩子里 选一个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他给了每个孩子20万 要求在一天内花完 并且要花的有价值 什么是花的有价值呢 并没有标准 孩子们认为花的有价值 就是让叔叔满意 可怎么让叔叔满意呢 第一个孩子买了打折的玉镯 他想的是玉镯有收藏的价值 可以增值 这么小就有投资的眼光 的确不错 第二个孩子买了上好的人生和当归 虽然现在人生和当归在高点上 他不为赢得比赛 只想让叔叔身体健康 第三个孩子买的是吃的玩的 花钱花的很开心 自然就是花的有价值了 第四个孩子 他压根没买什么东西 直接把20万送给了三位哥哥 然后自己开心的玩去了 当问其原有的时候 他答道 哥哥们花完了就是我花完了 我把钱花在哥哥们身上 只要他们花的值得 就是我花的值得 福文看到结果后是这样评价的 第一个孩子眼光长远 第二个孩子善良心系 第三个孩子天真正直 但是他们都把钱花在了物质上 只有第四个孩子把钱花在了人上 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一人的格局就是做生意的格局 挣钱靠的是本事 而花钱的方式却是衡量一个人 价值观的最直接手段 格局大的人懂得让利于人 从而笼络人心 放弃眼前的一些利益 从而获得更长远的利益 你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